早在2008年的族语认证 人民会公布泰雅族语的方言别 除了塞考利克 宜兰泽奥利 泰雅族语等六个方言别之外 也包含了韩西部落所使用的 韩西泰雅语 但在2011年之后 取消了该方言别的选择 是让部落族人感到遗憾跟难过 对此就有部落民众指出 孩子在学校学习的族语 跟家长沟通的母语不一样 形成另类的双语教育 因为我们在家里用的是我们的语言 但是你在学校的话 就是两种他也只有两种语言 然后回去以后呢 回去以后他爸爸妈妈 还是用我们的克里奥语讲话 有几个小朋友 我常常跟几个国中生聊天 他们要考族语认证的时候 好几个都没过 我说为什么 我们每天讲的话跟学的话就不一样 对啊 他们只是想要一种尊重 13号立委武力华邀集人民会 语发会以及韩西部落族人召开协调会 过程中谈到当时取消韩西泰雅语的过程 疑似有瑕疵 而原委会也表示 将会前进部落沿霜 韩西泰雅语是否纳入原住民族语言的 第43个方言别 以及族语认证的考试当中 部落召开会议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的邀请所有人 就是来开关于这个语言的讨论会议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比较多会是正式主义的老师来参与这样子 所以就比较没有其他人的声音 所以就被删除这样子 部落在开一次共识会议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语言的一个 能够认证的一个共识这样子 关于这个Coreo也就是韩西的语言 它未来的定位 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方言 要请原民会还有语发会到部落 收集各方的意见 最后透过部落会议来决定 但是决定之前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各界的看法 包括学者还有世界各地的做法 让学生有多元的应考选择 在经过协调后 目前原民会语发会和部落族人达成共识 5月份将会邀及学者前往部落 针对韩西泰雅语的证明 以及足语认证增加方言别进行讨论 期盼韩西部落的语言能够获得保障 延续韩西泰雅文化 原新闻改造物流立法院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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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